我和父亲一起愉快地工作了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父亲是师父 我是学徒 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二月清晨 接到警察局通报父亲出事的电话 我甚至想和他继续再学习十年 人们发现我父亲时 他趴在方向盘前已经离开人世 显然是心脏病发作所致 当时他正在上班的途中 这正是我父亲性格的特征 工作勤奋 父亲去世是67岁 因此26岁的我就不得不承担起 领导家族事业的兼具使命 仅仅几个月过后 半夜我被电话惊醒 听到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消息 工厂着火了 在本地消防队的分力铺就下 工厂才没有被完全烧毁 这两件事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之前我一直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处理问题 但是这一次我的信心彻底动摇了 尽管温迪和他的家人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上帝似乎离我太远了 有人说靠近上帝需要信心上的飞跃 但是我的头脑固执的命令 双脚停留在原地 是什么使我果足不前 是骄傲吗 我对自己人生中所有的事情的认识 难道都是错误的吗 我值得上帝拯救吗 几个月过去了 我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而工作上的挑战层出不穷 我既祖丧又迷惘 但我感到上帝正悄悄地把我拉向他 许多小事鼓励着我 有人给我一本很有帮助的书 或者我从某人的言谈中得到某个关键问题的答案 我是不是正在接近曙光呢 当我最终意识到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 而这的确需要信心上的飞跃时 真正的突破就到来了 我决定不再用自己通常处理问题的方式 走出这个困境 这是我第一次决定放手 接近所能最大限度的降服于上帝 我当时祷告说 主啊 我不认为自己需要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 我信靠你 希望自己全人都属于你 把我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后来发生的事真的很奇妙 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安 并且确信上帝已经接纳了我 包括我理性上的苦恼 我的无价值感乃至一切 我没有为此付出努力 也不配得到他 但是他接受了我小心翼翼的信心 并张开双臂来迎接我 他不再遥远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被捷径了 和他建立了正确的关系 虽然还有许多东西有带我去认识 但我相信自己终于回家了 回收往事 我能看到一幅清晰的图画 从我记事之日起 上帝就一直在我身上动工 把我带到他面前 指引我做出选择 结交朋友 他的手从没有离开过我 他从不勉强我 也不强迫我 只是耐心的等待 我在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之后 回应他的爱 我的世界改变了 很快我发现这种全新的关系 影响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仅包括我个人和家庭的生活 也包括了我的工作 令我吃惊的是 我可以把周日的礼拜 融入周一的工作 而且发现这对两者都有好处 到目前为止 这种信仰与工作的结合 已在公司实行了三十多年 它改变了公司 处理所有事务的方法 从客户关系 到对员工的照顾 从处理经济问题 到重塑企业核心文化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我们的小公司 已经成为业界的领头军 我们还通过开设新公司 使企业越来越多元化 目前我们拥有650名员工 销售额超过1亿 我们的实验 把信仰和工作结合起来 使我们能够帮助 全世界所有秉持 类似信念的企业领导人 下面谈谈这个转折的关键所在 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 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但是信仰上的第一步 那就是把我自己 交托给神的那一刻 的确是个意义中大的转折点 这就是我在这本小册子中 将重点阐述的 请您和我一起 检视这一个旅程中 最重要的一段吧 是个既得到 thr的 kı bump 可是那是个既帮